接著這個環節,我們討論小組的成員 就會跟大家說關於最令人注目的機會 他們預期的主要風險 和未來幾個月可能出現的投資課題 有請今次的主持人 金管局的李達志先生 以及討論環節的成員 Jonathan Gray,黑石總裁兼首席營運官 Ronald O'Honey 美國道負責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Ted Peek,摩根士丹利首席執行官 Mark Rowan,阿波羅全球管理首席執行官 David Solomon,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謝謝 各位嘉賓 我們現在來到 第二個環節 就是關於市場發展、投資趨勢和機遇 其實進入2024年的時候 其實很多投資人準備好迎接更多的波動 因為有很多事發生 全球人口有一半都會經歷大選 還有就是主要的央行 他們的政策路徑可能會改變 結果就是對於全球的投資人 今年開始的時候 投資市場表現強勁 因為有對經濟增長和人工智能的期望 市場股票也創了歷史新高 美國收益率在前六個月上升 通貨膨脹持續在2%的目標賣進 之後我們經歷了一段高度波動的時間 利率市場經歷了重新定價 三大央行都在商界減息 亞洲方面 中國宣布一系列的刺激方案 日本就開始政策正常化 今年最大的政治事件已經發生了 美國的經濟軟著陸 都大致確立 現在是時間重新檢視 對於未來的展望 有什麼機會 從這個宏觀的角度去看 同時我也會說一下市場的結構 將來會如何 我聽到上一節的時候 我聽到Alpha 問過關於財政赤字 我覺得其實他很難叫嘉賓說 我都會說回 這是一個企棄手的問題 我記得Ron 在Milken全球會議 就是去年五月的時候 你提到美國 其實預期會管理他們的赤字的情況 否則 五年之後就會面對嚴重的問題 現在大選已經完結 也都聽到 將會出台的政策 似乎會增加支出和減稅 這些因素 其實對於管理赤字 就不是那麼有效 對於美國目前 實時可持續財政道路的前景 有什麼看法呢 對於市場投資者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問題 是一個牽連很廣的問題 但我們都要開始考慮 首先美國的債務水平非常高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見證過過去的經濟財政水平 其實這種債務水平是很有問題的 它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99% 在十年內可能會去到250% 但是同時利率上升 即是說還債牽涉的成本 在未來25年都會高期 更加駭人聽聞 大家考慮 剛剛過去這段選舉的言論 有沒有人記得 有沒有人提過債務的問題呢 我就不記得有任何的競選 在競選期間有任何人提過債務水平 完全沒有人提起過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美國的政客來說 問題就是 美元是儲備貨幣 這個問題不是那麼明顯 很容易被人自自不利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可以維持多久 我們知道的就是 現在這些水平是前所未見的 我們知道的就是 在未來某一刻 拿著債券的人會發聲 我們想一想 這個債券的市場多麼廣泛 如果這個市場開始出現不穩 會對金融市場有多大的影響 大家可想而知 這個問題我們不可以等到它顯著才能著手解決 考慮到美國的地位 如果我們等的話 到時會很麻煩 總要有人出聲 如果我是賀錦麗的顧問 我會叫他一定要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人想著民主黨的人會提出這一點 當然現在我們知道 特朗普會入主白宮 但他還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怎樣處理都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以前都經歷過這種情況 以前沒有人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用現在這種開支的水平 然後再看看現在稅務的措施 很難可以在這種水平長期維持下去 分析得很好 我想問一問你和各位嘉賓 何時我們才會見到投資者開始變得緊張 開始問多些問題 請Ron來回答 我來回答先 如果有一次拍賣 即是大家賣國債的時候 有天不再買的話 就可能會有問題 疫情期間 金融風暴期間 最初是有些事令市場不安的 其實不需要什麼大事 現在的挑戰是 大家都以為有很多解決方法 如果形勢很嚴峻 那就由央行來做量化寬鬆 等來買債 但是我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未來的情況 可以維持多久 沒有人知道 那問David和Ted 兩位 你們的客戶 有沒有多出來問你們 關於美國獲債的問題 在投資者的界別裡 都有人聚焦這個問題 我同意剛才Ron的觀點 由於美元這麼重要 所以美國 它有很大的遊走的空間 它可以慢慢等 但是說到底 解決這個問題 脫離這個困境 而你又要維持現在這種開支的話 你就一定要有一個更加進取的 推動增長策略 大家都注視著這種情況 當然沒有人說現在的情況很危險 但是 美國現在的國債高企 它就要維持很高的增長 你就要將這些增長 即是4.5%的增長 維持下去 但是在未來的某一刻 就會有更多人聚焦這個問題 如果美國提不出一個增長的策略 可以維持現在 每年4.5%的增長策略 而又要維持現在的開支的話 就會出事 好,謝謝 我不會問Mark這個問題 但如果Mark肯答的話 我都會很樂意聽他解釋 現在我問一問Ted 這個問題稍微不同 但是跟剛才有關 我看回我手上的資料 你不止一次提到金融抑制已經結束了 你認為 當時你說這句話的時候 你心目中最重要的市場變化是甚麼 現在外界普遍都認為 美國政壇普遍都不太願意抑制裁赤 但同時 若干因素也可能造成通脹 譬如說供應鏈的重整 氣候轉型 軍費增加 人口老化 你會否擔心 會有某種形勢 受到形勢所迫 令到金融抑制死灰復現 通脹加速 就像摩根士丹利那種企業 應該如何保持信應 這類情況 應該是Ron說過這種話 我們經歷了15年零利率 總有一刻會發生改變 改變那種情況 那件事就是疫情 然後要修正這種情況 有各種刺激措施 然後又有民粹主義抬頭 你說得對的 一直以來是有通脹的情況 亦有些逆轉角化的情況 氣候轉型 然後又有戰爭衝突 這些發展都帶來通脹 在美國 有三、四年的時間 有一些人 他們沒有從刺激政策中受惠 但是他們就感受到通脹的痛苦 然後又有人 我們也要考慮他們的情況 現在我們可能會發現 出現了關稅 我們要考慮 消費者 現在的處境 可能會有些問題 當然經濟不斷增長 這件事仍然是好事 有人密切注視債券市場的情況 過去這麼多年來 美國的經濟增長是4% 當你考慮到各種情況 其實要回到以前那種金融抑制的情況 即是零通脹零利率 這種情況是很難發生的 增長率 我覺得3%至4%已經不錯了 再說回業務模式 如果你是負責調配資金的話 而經濟、復償 有某種情況的不確定性 其實這樣對於調配資產的人 原來是很容易做的 現在美國的貨幣市場 有7萬億 所以對於管理資產、管理財富 他們現在的情況都很好 是一個經濟要蓬勃 就是你那些併救、承銷的業務 都要很暢和 我們整體來看 金融、益債已成過去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比較正常的經濟情況 債券市場的情況 幫助大家掌握經濟的情況 眼前 美國似乎是會有一個增長方案提出來的 謝謝 現在我問一問高盛的David 我們剛才討論過 宏觀經濟形勢 你從美國和其他地區 特別是亞洲的金融市場活動當中 你注意到哪些發展 你是指集資活動 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集資活動 是比較疲弱的 因為過去幾年有疫情 然後有大動作的刺激措施 2020、2021年就是集資活動 見頂的年代 然後烏克蘭出現了戰爭 然後通脹受到抑制 所以集資活動也受到抑制 我們在集資和貨幣市場方面的活動 其實是低於10年的平均水平 當然這裡也有監管的因素 因為美國的監管部門也有做事 至於股權的債本和債務的資本 也有上升 我們現在的現況 就看到市場又開始暢亡 並發展到成為併選項 也開始增加 在2025年 集資和企業併選項 也會增加 這種狀況對於業界來說是好事 我想繼續問David 但刚才提到宏观的经济 我现在想说一下 刚才我提到的事就是市场的结构性转变 关于一些非银行的机构 例如Jane Street或者城堡证券 在市场专家业务方面来说 这些非银行机构开始越做越大 你怎样看这种情况 它们会怎样影响高盛的业务 或者Tek都可以讲讲摩根士丹尼那边的情况 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久 这些业务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这种情况也会保持下去 刚才你提到Jane Street这家公司 在股市里来说 它们是运用科技 令它们在市场占到一个不小的份额 有各种市场套等活动 让这些企业可以从中获利 但是整个业务来说 其实不只是这方面 大摩、小摩也有参与这种业务 我刚才在想的是另一个人 这些都是大企业 他们的业态、生态很复杂 这些对于大的机构来说也很重要 我们需要为客户提供资金 我们在这个业务来说 业务增长了350个基点 我们会继续跟这些非银行的企业继续竞争 好像高盛这种大企业 其实可以为客户带来很大的价值 我完全同意 规模和全球 其实是需要的 我们三间公司都是佔了六成 每一年其实 我们就算不开门 都已经是要花费 就是40至50亿的成本 有些地方 比如一些私募借贷 其实在不同的环节都会有利可图 如果你的规模是对的 你有资源的话 你其实可以成功 刚才提及到这个私募借贷 但是我也想说一说 当我说到私募借贷 就会想起阿波罗 我们听到很多建议 我们就说私募借贷 其实就是抢了传统银行的业务 那世界各地的规管者 都对于私募借贷 但是会不会对金融体系 会有系统性的风险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透明 规管也都少一些 这方面我想看你怎么看 另外 虽然说一些私募借贷 像阿波罗那样 是取代银行业务 但是其实还有 巴法或者花旗银行 你就跟他们有这个伙伴关系 其实你们是不是这个亦敌亦有呢 可不可以说一说 其实开始的时候是两间银行 接着是12间 到年底就会有15间 是很多在座的人 都会跟我们有伙伴关系 其实对我来说 我关于全球的监管者 其实有一个更有趣的角度 我们成长的环境 看回在座的人 他们的经验 不是年龄 是经验 其实都相信某些东西 我们觉得私人是有风险 供应是没有风险的 40年前 是我开始的时候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是私务基金 又是对冲基金 全部都很高风险 但是如果用得其所会很好 有这个是 8000间的公营公司 都有投资这方面的业务 但是如果说 公营是安全的 就不对 看回过去40年 其实这个课题 就要重新再重新看过 你很小心地看 你想要高一点的回报 那如果 是不是私人 私务就高风险呢? 其实监管者 目前都一定要看这件事情 在美国 他们就是有全球五成的资产 他们是有私营 有公营 有公营 有银行界别 很多不同的渠道 五花八门 其实其他地方 在酬组资产方面 就选择有限 市场方面 其实有些不足地方 我们就想了 如何开始一个私务市场呢? 如何可以吸引私务市场的投资者呢? 其实 银行 他们做某些业务就很好 比如说 一些长期的资产管理 做得很好 其实就是公众观感监管者的做法 需要更新我们做的某些业务 比如说 好像跟RON的公司 18个月之后 大致来说 投资者就不会讲私务公务的信贴 就会只是讲信贴 但是 其实是否在投资水平 投资级别之上还是下 我相信18个月之后 就会发生这件事 18个月之后 你所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是 不断有人问这个问题 的意思就是 其实需要更多的教育 需要更多的资讯 缺乏透明度 所以 意思就是说 官员或者监管者就觉得不安 其实可不可以做得更多呢 令到更多人觉得没有问题呢 安心一些呢 其实我去很多地方跟监管者说 其实他们出身都是监管银行业 他们的资讯和知识都是来自银行业 从公共市场方面来说 银行他们说 就是说 向私人的借贷和企业的借贷 你找回就是 John或者我们公司的业务 如果你说私人 私人界别没有那么透明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其实我会反问一个问题 其实公私人之间的分别是什么呢 不是说发行的规模 发行人或者他们的级别 不是资讯 不是交易 或者是价格透明度 我们是以为 有一个外国以为有定价 其实没有的 其实在公营市场的所有工具 其实都是私人市场都会有 投资者很快就会知道 其实他们觉得有差别 其实只是心目中觉得有差别 不是一个真正的差别 我想跟进你问题的首个部分 就是这个现象的出现 2008年之后 就有一个这样的观音 就说其实银行界有很多集中的风险 监管者所做的就是 就是有更多的规管 就将这个风险拿走 令到银行不可以借出 好像以前那么多 其实私人信贷 但是只不过就是将风险再重置 不是说一些新的风险 但银行监管者其实都是 他们所做的就是说 是不想风险在银行界太集中 于是就将这些风险分散了出去 谢谢您 谢谢您所说的 非常有帮助 当然你们也有 你的信贷策略 我就不会问这方面 我其实就是想问 关于另一个课题 就是房地产方面 你讲及是一个的 是逆风 当时就是去年的高峰会 都是讲房地产投资 在另一个课题里面 你便说 其实你可以爱上任何人 和市大就不要爱上自己的投资 包括房地产投资 最近的几个月 你也重新 投资者 应该是 职在明朗之前就要投资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 是否要和旧外收补关系 是 要是 从房地产投资重新戀 在一月的时候 我们公开说 其实就是 房地产投资 已经见底了 但是到现在情况已经改变 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所以 首先 首先 就是 房地产的基调本身也是很好的 是 租借 等等 其实 见到 现金流是不断增加 虽然 那个 增长幅度是少一点 在疫情之后 这个界别面对很大的挑战 真正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就是说 息差增大利息改变 就令到价值贬低 看回一年之前 当时就是比如说 是负资产最高峰 看见其实总的借贷成本 都跌了三成半 也都见到很多借贷活动增加 交投亦都是上升 亦都是越来越多 在拍卖的时候出现的竞投者 房地产其实是关乎供求 我们见到有新建造 其实就是增加了八成新建的房屋 这个都是会增加需求 其实有很多投资者 就要等到明朗之后才行动 但是你想想之前 金融风暴 比如2009年 再说是92年的那几年 当时可能都是不太肯定 其实情况类似 但是我们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有没有留意到就是说 在房地产方面 某些地方你是会特别喜欢 或者是特别不喜欢 在房地产方面 其实就是住房 物流方面 租资似乎是有受到冲击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选择和成本 但是在租资市场 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增长 还有酒店业 那些人会出门旅行 我们见到都是越来越多酒店建造 可能要更加选择 选择得更加好 看回买的最好的房地产 但是价钱要好 其实一般来说的情况是向好 但是未来的二三年可能 就是几年过得好 接着就会是开始变得差点了 我想问多一点的就是你刚才没有提到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你大手不投资下去兴建数据中心 现在有人工智能的热潮 大家都投资这个范畴 有人就说其实这种资金模式 还是有不明朗的因素 你是不是已经放了太多钱进去 确实应该提到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真的体现着 我们人生中数据化的体现 你想想 云数据迁移 以及人工智能 很多过程都是在数据中心里发生的 所以在数据中心是会有图形处理器 和其他装备的 我们真的需要这种算力 我们现在租用这些数据中心 在用700亿元 在美国、欧洲、亚洲 我们有各种融资和股权的项目 我们看好人工智能的这个界别 就好像在1880年代 美国的铁路业那样 当时有很大的需求 但是后来就有很大的供应 令到回报缩势 但是今次就有两项保障 就是我们并不是单凭益測 就去建一个数据中心 因为可以租回来的选择是少的 而且成本又高 很多时候你要定制化你自己的数据中心 所以今次兴建数据中心 并没有出现一种纯粹基于投机性的兴建 然后之后压制回报 另一个因素就是有能源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电子化各种的设备 首先我们有人工智能 然后有机械人 数据中心不是任何地方都建成的 如果你是发展商 你要知道规划的限制 让你知道哪里可以兴建数据中心 我们很注视数据中心 因为我们很重视数码基建 具体体验就是这种数据中心 Mark 你有没有看法吗? John已经指出了这个趋势 那我就简单一点说一句 对我们来说 数据中心是一种需求的内源 我们说说能源 美国就是说能源转型 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累积能源 我们需要兴建这种基建 就好像债务股权一样 有很多推动发展的因素 有些人会担心兴建数据中心 担心债务 但是在有些地方 那些人是宁愿要权益的 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环球产业复兴 我们说的不是单纯是新兴的数据中心 而是一种很大的转变 过去两三年 美国接受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今年可能都会维持不变 美国有很多兴建项目 美国在三年前 我们将资金投入了基建项目 两年前 我们看到有520亿的半导体资助 但是一间厂都没有建好 然后去年就有减低通胀的法案 军费急增 在我们眼前发生的 就是资金有很大的需求 而那个背景就是 美国的政府他们的赤字非常大 所以这种集资的业务 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的时间无多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问一问高盛的 高盛这边的 说回亚洲了 内地的当局在9月公布了刺激措施 然后内地的股市就回升 但是后来又有回落 今天我们也从副总理何立峰 和其他监管当局的领导人发言 你认为投资者会不会觉得安心了呢 你觉得投资者还需要内地当局 释放什么信息 然后才可以恢复信心 对于中国的股市更加有信心呢 我们从David开始 眼前有各种的议题 令到投资者都观望着 投资者希望见到的都是有帮助的 今天我们听到的讯息都是有帮助的 就是关系到持续的开放、持续的转型 但是我从国际投资者听回来的说话 就是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过去五年 就很难把这些资金提取回来 所以我想信息的重点 就不能单纯说如何投入资金 要说如何取回那些资金 关于怎样对于经济建立更大的信心 经济有很多趋势发生着 这个刺激措施是第一步 但是也都需要见到消费方面有增长 这样才会令到投资者更加安心 Ted 是 透明度很重要 其实需要时间去抗贫通缩 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 就是利息低 房贷会做得更好 但是需要时间 房地产市场的互动 是会继续 其实就是可动用的资产三成都是存款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成数 我们要再重燃消费者的信心 但是需要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已经开始了 我想提及一件事 资产市场是非常之重要 继续增长 就是资产市场继续开放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对美国是很重要 如果开放更多是更加好 就是这个资产市场 资产配置方面 是一个世界最第二大的经济体市场 香港很多人 就是我们有2500人在香港 如果信心重燃的话 就会带动资产 带动资金 所以香港政府 金国局和监管者 都想继续把香港 建造成一个平台 可以令到资产更加有效率 多谢大家 请大家鼓掌多谢嘉宾 多谢